現在只有朱老師你說不可以買 對對對 我先說明一下 這個做短跟做長是不一樣的 你做短線的人 比如說你今天早上去買 你今天就賠十塊 馬上就賠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講說 我們上次有討論過 台積電前面有個支撐 對不對 587塊 所以我們星期五 大家一碰到就上 就拉上來 所以那個地方就技術面來說 他是有支撐的 可是我們去接的人 如果你今天接明天跌 我相信你的心情很不好 所以那是做長線的人 長線的人 剛才那個陳老師已經分析了 不管他未來的基本面 我不否定基本面 基本面一定是很好的 對不對 但是就技術面來講 你短線還是要再來測一測 這個支撐有沒辦法撐住 如果你就技術面 如果這個地方不撐住的話 我們可以看台積電的圖 如果你前面那個 這個587塊沒有撐的話 你是一個大的M頭 這技術面是一個M頭在這個地方 那M頭在這裡 你如果買至少短線 就算它能夠止住的話 因為下面有個季線 那它也要很長時間 把你套在這個地方 你一定會在這裡 要抱得很長一段時間 那這樣子是不是很難過 所以我們是不是讓它考驗說 這個支撐撐住 本來今天蠻有機會的 它如果今天上來 這個支撐點就撐住了 可是今天開高走低嘛 沒有上來 所以我們明後天 這個禮拜還要小心 前面這個支撐點不要跌破 那當然我 就是要確立撐得住 再去買 你來撿或者是分批買 你在這個大的盤整區裡面 你做一些分批的動作 但是如果跌破你就要變成 這個就剛剛講你要接刀子了 如果你一直下去 是不是要變成攤平了 那這個攤平在我們做技術面的人來講 是不贊成的 不贊成做這種越往下滴越去結 那是資金大的人 你口袋夠深的話 但是一般的小資族在這裡 除非就像剛才阿格利講的說 你是做純股的 零股的 那當然你就越往下你就去買 去買一點 但是如果做短線想要獲利的 在這裡還是稍微的等一下比較好 讓這個支撐出來 那你可以在盤整的下面去做一個 往上的反彈 就是震盪的一個反彈 這樣子你做起來心情上會比較好 所以我大致上講 可能大家的著力點都一樣 都是台積電基本面很好 可是你是要做存股分批買 還是要做短線獲利的 就你自己要考慮一下 好疫苗網友討論還蠻熱烈的 問一下朱老師 你對疫苗股有沒有特別在看 疫苗股 基本上就技術分析來講 疫苗股在去年年初已經標過了 標過了 對 標過的股票很難再標的 他不會不能再標 對對 不是 短期 你也許三年以後會再標 但短期不會 那理由很簡單 就是剛才這個 這個陳老師講的 主力在做一支股票 他已經把它標完了 那請問現在主力在幫你拉 拉的是給上面解套的 你標完的上面一定是被套牢的 那他不會把你拉的解套 但是你跌生了 當然還是會有人來買 但是你還要恢復到以前的那個 那個價位 大概非常難 那個機率非常少 所以我們做股票要有個概念 再說生計股 他這一次飆漲 當然是因為剛好碰到疫情 那實際上如果就基本面來講 生計股大部分 大部分並不是一個很賺錢的 那即使賺錢的話 你也可以去看它合理的本益比 那前面標那個本益比 已經幾乎不合理了 所以標完了最好大家就不要 不要再去碰它了 因為你碰它短期可能會有一點獲利 但是如果你跑慢一點的話 你又會被套牢 所以我是不太鼓勵說 現在去追這個生計股 OK好 因為我們現在教大家這個 現在真的不太好這個買賣 所以用儲利融資股來看 那如果要賣股票 因為現在投資人最大痛苦跟問題 就是會買不會賣 什麼時候看到反轉訊號的時候 應該要賣了 這個賣股票還是跟你持股的 當初進場的目的 如果你是做長期投資的 那大概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就像巴菲特 他怎麼會買一個股票 兩個月就賣了 他不會賣 但是如果我們一般的投資人 總是希望賺到價差 那就說當這個股票 在底部已經上來了 已經走了一波之後 你就要注意一下 技術面上的幾個特性 那最重要的當然 在我們剛才講說 底部你要怎麼看 就是有人在買 不管是融資買 主力買 散戶買 因為你買的位置是在底部 所以這個你就是 就算那個融資是散戶買 也算不錯 因為它是在低檔 也就是說有人來買 可是如果你的股價走到高檔的時候 這時候就要注意了 不管是哪個來買 這個高檔爆量都不是好事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注意 股價走到高檔不要爆出大量 那爆出大量之後 我們就去看後續的發展 如果爆出大量去後續的發展出現了 我剛才技術面講的出現了頭部 就M頭 那M頭要變成W底 各位不要忘了 什麼叫W底 W底要有兩個角 那M頭要有兩個頭 所以我剛才講台積電有兩個頭 但沒有兩個角 它只有一個角 所以我剛一直強調 台積電要來測這個587的那隻角 那隻角要測出來 如果一測出來 它就有可能是W底了 因為你有兩個角 但現在沒有只有兩個頭 所以我們現在看這張圖就知道 它上面有兩個頭 但它始終做不出兩個角 它第二隻角做不出來 那你這兩個頭又放了大量 我們看下面有兩個很大的紅色的 對不對 那個是不是大量 那所以你這個M頭就不可以跌破了 你這一跌破趨勢就會改 所以它就會下殺 那在這裡在操作上來講 如果你出現第一個頭的大量反轉 那個叫回答 那如果你做短線的 本來就是在做轉折嘛 你就賣了 可是做長線的人 因為你還沒有看到兩個頭嘛 所以如果你出現第二個頭 就是我們標那個第四個位置 出現了黑K 又出現大量跌破 前兩天紅K大量嘛 那黑K跌破出現兩個頭了 這時候你做長線的心 也要稍微做一點準備了 就是不能夠變成一個M頭出來 那這樣你的M頭你就要離開 因為你是做長線的 可是做短線的人 你在第一個頭就走了 你在第二個頭也走了 因為第二個頭它也跌下來了 所以你也走了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用技術面操作的人 就不會被套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做 我剛剛有講你是長期投資的 那就不會去看技術面 我常講技術分析 你不是給做長線投資人的 你是做這個價值型投資的 是做公司股東的 你當然就不需要去看技術面 技術面這邊是M頭跌破月線 對對對 M頭跌破月線 大概都很容易大跌一波 所以我們去看另外一檔股票也一樣 漲高了漲多了 我們去各位看前面 低檔八十幾漲到一百六 你在這個地方是不是爆了 兩個爆了大量出現一個M頭 那這個M頭就不可以跌破 所以它跌破的時候月線已經下彎了 所以它就會一路的往下殺 那你看你八十幾塊爆上來 如果你不做一些減碼或者趕快跑 你又跌回八十幾塊 那你這個前前後後搞了半年一連 結果一毛錢也沒賺到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技術面可以讓我們參考 短期是不是轉了 反轉了 如果反轉我們就先退 先退出來把資金拿回來 而且你是獲利的 你就資金先拿回來 所以買的話盡量在低檔 低檔有做好型態 有成交量有主力來買 你就跟著買 但在高檔有爆量有做投 最好先減買 股價要怎麼看 朱老師 你是從技術面嗎 剛是基本面 技術面我們看圖就知道 這個聯電也是一樣跌破月線 跌破季線 就是你空手 我們就技術面來講 你目前絕對不可能進去 因為你在月線下季線下的股票 是不可能去買的 現在大家比較擔心的就是還抱著的 對啊 空手含妖音這麼多年 你在高檔沒有賣 實際上各位也看到高檔已經兩個頭了 那只是跌破月線你又沒賣 那現在你沒有賣的人就重要的觀察 短期如果他有一個反彈 剛才這個談到的是中國大陸的發展 當然也不是說這個禮拜下禮拜 他就做出來 最少也要一兩年 所以短期的話 聯電的單應該還不太馬上就受到影響 但是股價往往就是會先反應 他就會有一個心理反應 其實也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短期聯電的業績 不會受到影響 至少在聯中或者是第三季以前不會受到影響 因為中國大陸沒辦法那麼快就把單接走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聯電還能夠有它的基本面存在的話 那股價如果上來的話 那你被套牢的人當然還有一個解套的機會 你就趕快走 因為你很擔心他未來的基本面的發展 那第二個就是如果他不往上走的話 有一個重要的就是現在跌下來前面這個低點 44塊是不可以跌破的 因為44塊不是這一次的低點 而是前面一個盤整區的支撐 盤整區的重要支撐 所以44塊不要把它跌破 不要把它跌破 那因為你已經套牢了 那我剛剛有講空手的人不會在這買 即使44塊有支撐 你還要上月線還要上季線 你才有機會買 而且上面還有兩個頭 你要把它過 所以短期我的看法 聯電還是在44跟上市高點中間 上市的高點是50幾塊 59塊4 在這個中間做一個整理 做一個橫盤的整理 那有套牢的人如果還可以上來 上到50塊附近 那你就可以先走一下 讓這個整個的整理把它突破了高點 然後再做 那如果沒有突破 你就先離開 那空手的我講你一定會等一段時間 短時間沒有辦法進場 就技術面我們前面也講過 在這個位階 台股一定要時間去做整理的 那它就會在這個上下支撐壓力 那台股的這個支撐 也回來撤過 上次跌破月線 各位如果看一下 就知道 上次跌破月線 有四天沒有再跌下去 就沒有再破低了 那現在這兩天 雖然看起來量縮很弱 但是它也維持在月線上 它能夠維持在月 所以短線上我們的台股 大概就在上次的高點 16579那個壓力 那下面就有一個 我們前面低點的支撐 大概15855 大概在這個中間會震盪整理一段時間 那另外一個最重要原因就是 外資還沒有全面的歸對 外資的雖然看到有買超 但沒有很連續 一下大買一下又買一點 然後第二個外資的空單 並沒有減少 它的期貨空單 看起來還爆了兩萬多口的空單 所以短線上 台股應該不太容易有大的行情 但是要大跌也不會有這個 除非國際盤 除非美股崩掉了 或者是跌得很深 要不然的話 台股在短時間 在這個三月底之前 應該就在這個區間做一個震盪 還是在整理 對對對 我們來看外資 外資其實從之前大家很high 還怕賣了900多億 到現在回頭來看 從上禮拜開始 已經買超一百九十五億 然後這個三月十二號 禮拜五又買超六十億 所以這個外資已經回來了 剛剛朱老師你覺得 剛開始回來 但還沒有很明顯 還沒有很明顯 還沒有很積極的 連我們說外資的買超 最少要連續三天以上 而且要上百億 那另外期貨單 也要陸續的減少 對才比較看得到 穩下來的狀態 台股要走空了嗎 圈叉 請按一下 一致通過 沒有 沒有 大盤的日線圖 我們的大盤的日線圖 就技術面來講 前面的高點是被突破的 就是我們前面的最高點 他是過前高 所以現在是拉回 並趨勢上還是一個多頭架構 並沒有跌破前低 就趨勢來講 他還是一個多頭的回檔 很標準 他只是為什麼那麼弱 因為他跌破月線 所以跌破月線 整理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整理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那如果我們去看周線 也很清楚 如果看我們的周線圖也知道 周線圖它就是一個回檔 漲多了以後回檔 在前面有回檔過一次 跌破五軍 那這個上禮拜也是回檔 也是在五軍這個地方 所以基本上就中長線來看 當然還是一個多頭 所以我們就技術分析看 日線周線月線 它的趨勢並沒有改變 那漲多的股票當然是會休息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那至於國內的話 大家也都知道 我們國內經濟情況非常的好 不管是外銷都已經要閃紅燈了 所以這個外銷也是非常旺 那另外大家也知道外資還不斷的進來 因為我們的台幣幾乎這個擋不住 擋不住它還在升值 那各位一定很奇怪 外資進來那麼多 怎麼股市會不漲呢 那請問這些錢進來要幹嘛 對啊 也是在等低點 一樣的嘛 他們錢再多的人也不會去追高 他不會去追高點買 所以這些錢都stand by在這個地方 都在等著 所以大家也要隨著趨勢做一些調節 在高檔的時候我們有講過 你可以短線上調節一些 然後保留一些資金 等到他回檔修正完了 然後你就有機會在低檔去買 那就中長期看來講 我也蠻認同那個陳老師講的 短期會回來修正 所以三月份是一個打底的一個時間 在這個時間好好的去觀察 哪一些基本面好 未來走勢 就是說未來他的這個公司的營運 還在往上走的 那經過了修正回來 又經過打底 倒是一個蠻好的機會 那我們平常都在跟大家講 平常就注意一下公司的發展 公司是不是好公司 如果是好公司 那現在回來你就不用怕 那各位在做股票的時候 心裡也要知道 這家公司你是要做短線 還是要做長線的 那你的切入點不一樣 你的持股也不一樣 那去調節你的股票 所以短中長來說 我們的台股還是一個多頭架構 OK 好 三位一樣幫我們安排一下 按鈴一下 這個美股的危機解除了嗎 你整理差不多了嗎 yes or no 這個問題很大 有沒有那種 2比1 其實大部分都覺得像 還有中間這一招 還有中間這一招 好 朱老師取得很快 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因為我們去看美股的走勢圖 就知道了 都目前都還是一個 我是講科技類股 就是拉斯達克跟肺斑 目前還是一個空頭架構 對 就技術面來講 它是趨勢空就是空 那你要看多就要趨勢轉多 你趨勢沒有轉多 當然就沒有辦法說它現在轉多 那美股裡面最重要 現在是肺半最強 肺半創立是高點 它是一個多頭架構 但是我們台股的話 這個電子股比較占權重 影響指數還是在電子股 所以在這邊有一個關鍵 就是第一個當然 美股的這個電子股的空頭的趨勢 要能夠止住 不能夠再往下走了 那就拉斯達克來看 是有一個機會的 因為拉斯達克 在這一次跌到最深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拉斯達克圖 就有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就是它跌破月線 跌破季線 然後留了一個非常長的下影線 那留了以後 現在就去攻月線 它季線站上去攻月線 那這種走勢 就有機會來打第二隻腳 因為空頭現在就有一隻腳 那我們如果能夠看到 拉斯達克或者肺半都一樣 肺半跟拉斯達克圖很近 就很像 就是能夠打出第二隻腳 那這樣我想 美國的科技類股跟半導體股 就可以穩住了 那這樣穩住 我們的大盤應該也差不多 整理的差不多了 因為你回來 還要再打第二隻腳 這一定要時間的 那這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剛好也可以配合到 我們臺股整理到月底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重要的觀察 就來看拉斯達克 那個長下影線 能不能夠做出 右邊做一個第二隻腳出來 那這樣子可能就可以穩住了 但還是要些時間 當然要時間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一天兩天 那接下來我們就說 這個科技股先休息的話 一些相關的傳產 還有金融股的領軍的這個趨勢 怎麼觀察怎麼操作 今天是我們這個重頭戲 怎麼樣從傳產股的操作 來讓我們在這一波 三月淡淡的整理天 還有機會賺10% 好 朱老師你怎麼看 我們在前面也講過 二月三月本來就是一個 資金會轉到這個 我們就叫除權席的行情 那大家都比較重視 比較低階 位階比較低 然後殖利率比較高 那這樣子風險比較小 進可攻退可守 退的話就去配股配息 進的話如果他有價差 又可以去賺這個價差 那其實我們這一兩禮拜 各位已經看到這種現象了 我們就簡單的 金融類股已經大概很多 都已經漲10% 都接近20%了 那我們那時候就講說 這些傳產的價值型的股票 就是他的殖利率比較高的股票 在有一部分他已經漲上來了 所以以我個人來看的話 像金融股 國泰金 富邦金 這一陣子幾乎很少看到 連續在上漲 對不對 那如果以他的價值目標來看的話 我們當初講 好的話可能有三成的獲利 但是他已經走了快兩成了 所以上面應該還有一成 就是空間大概一成 因為傳產股 永遠不會像電子股那樣 這樣飆來飆去的 那你能夠從底部 如果有買到現在兩成 大概在目標再抓個一成 大概還有一成 那當然現在這些 這些傳產的股票 當然不是只有這個金融股 老師講的是國泰金富邦金 國泰金富邦金 我是講這兩檔 那這兩檔國泰金富邦金 因為他的架構 他的走勢 就是趨勢 我們就技術面來講 那基本面一定沒問題 我們講這些傳產殖利率高 就表示基本面沒有問題 那他的技術面又是一個很強的一個多頭架構 只不過現在我只是說他已經漲上來了 而不是在當初講的那個40塊以下 我們那時候就講了 對低基期 那時候你如果願意買一點 只是想要配息的話 那現在看起來有價差可以賺 對 有價差可以賺 那目前如果你還要介入 就空手你要介入 大概還有一成 大概還有一成的空間 那當然除了這個國泰金之外 由於資金還是很多 原物料股這些 還有剛才講石油會漲到100塊 這個塑化股這些 都是當下的一個可以去做的標的 那剛才這個陳彥兄也講了 那個資金會轉移 那只是電子股主要是因為前一陣漲得太高了 你如果很多 當然有一些電子股殖利率還是很好的 如果大家以這個殖利率看的話 有些電子股現在為什麼一直維持多頭 因為他的獲利一公布出來 哇好高的獲利 像那個和申堂對不對 一公布8塊 哇那個股價就下不來了 他就會停在那裡 那大部分的傳產股 我們來看一下像銀建股 剛才有講到 現在打房會不會影響 其實你回去 你回頭看 政府這次打房也不是第一次打房 前面有打過一次 那就是那個兩歲合一 那個聽起來嚇死人了 因為以前沒有 現在變五年了 那時候兩歲合一來講的話 已經是很大的打擊了 就是投資客要報兩年 才有辦法稅減少 還要報三五年才會減得更少 那可是現在回頭看 那個打房打到現在 房子也沒跌 是 上次不是打得很重嗎 已經算是打得很重 可是從那個打房之後 大家都等著說 房子跌我就可以買 可是等等著房子越等越貴 這都沒有下來 所以現在也一樣 現在你打房當然 我的意思是說 短期會有抑制效果 但是長期來說 其實目前還有一大部分 買房子是剛進需求 因為現在你去 真正你去看房市推出來的結構 你就知道 它都是以小坪數為主 差不多嘛 大概都20 24坪 那扣一扣 裡面都十七八坪 那這些坪數 就是年輕人 對 都是年輕人 那以前說年輕人買不起嘛 那現在我這個小坪數 八九百萬 好像可以了 我想跟公公婆婆住一起了 所以現在這些 算是一個剛進需求 年輕人買了 也不是馬上要賣 所以這個需求還在 所以 而且它是剛進需求 所以你說三年五年 對他買房子 他沒有影響 因為他又不是投資客 現在可能對投資客 會有點抑制作用 因為他短期成本要增加 他要報的比較久 但是如果你在消化一下 一兩年之後 我想這個房價 整個短期 會量縮 但是你要叫他房價跌 那因為我們剛講 通貨膨脹 資金氾濫 沒地方去啊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人也就買 至少買個第二棟 那你好像四棟以上 才會有那個存污稅 所以我想短期的影響 至少買個第二棟 那我們如果就現實一點 就是說我現在買銀建股 可能會賺到錢 這個就比較現實 那現在我們可以大概去年 這個銀建獲利很好的公司 大家可以注意 就是因為他們 有些都還沒有公佈 他們的配股配息 那像冠德好像已經公佈了 好像是兩塊五毛 所以像這種比較穩健 而且走勢圖 它也是一個多頭架構 四線多排 那現在是遇到左邊的壓力 再做一個整理 如果突破也一樣 我們剛剛都講 大概你應該一成的獲利 這個我就講 也沒有辦法跟你說 像一些標股 可以說三成五成的 但是一成的獲利應該有 所以這些好的銀建股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當然就是 我們剛剛講疫情慢慢緩了 尤其美國現在 後面一筆大的資金 就是基礎建設 因為拜登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當初競選的承諾 就是要投入基礎建設 那事實上美國的基礎建設 在這麼多年來比較 真的是比較落後了 就是我們如果有去過美國 都知道大概十年 我二十年前也去過美國 現在你去大概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我是講基礎建設 那些好像還是跟原來一樣 那可這些大的資金 一投入的話 那這些鋼鐵水梨 需求就很大 那我們國內也一樣 這些只要經濟好了 這些鋼鐵水梨股 各位也去看一下 那水梨的龍頭 當然就是台梨跟亞梨 因為他們的獲利也很好 如果配股配息 台梨能夠維持去年的三塊的話 那現在四十塊的股價 當然不貴 那你大概有六七趴的殖利率 那鋼鐵股的話 像這個東河鋼鐵第一鋼 第一桶 那第一桶 今天還漲得蠻多的 那自己當成是第一桶 第一桶 今天漲得蠻標的 有個中鋼夠 因為這三檔 除了基本面還不錯之外 就是它的技術面很好 我們如果基本面 再回到技術面 兩個結合起來 我相信你的這個 賺錢的成功率就高很多 那這些可以 目前 當然這些都不是電子股 那目前的話 資金也比較容易 往這方面走 所以在除權除息之前 應該會有十趴的獲利的空間 技術分析大師 周老師他說最後才跟你技術分析 沒有一般來說 小白剛開始來一定是賺錢的 小白都賺錢 對所以老手會輸給新手的運氣 因為剛來的人運氣很好 但是久了就相反了 然後你就會知道 這個小白後面就會開始出現 就是正常 小白就快變小黑了 正常的過程 就是正常的過程 所以我是鼓勵 你要在股票市場想要長長久久 就是一樣的 就是像今晚會主委建議的 你先把具備一些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 我這邊也有寫產業 產業 財報 技術面 都有寫到 對對對 那至少你要知道 這家公司做什麼 小白說那看完之後 大概十年後再來股市好了 不用不用 如果你真的很專心的去研究的話 大概一兩年吧 該懂的都懂了 該知道的都會知道 然後你又有了技術面 你至少不要把錢亂丟進去 那樣丟進去賠的機率很多 那第二個你有了這些專業知識 也還是沒有辦法給你保證百分之百 所以你只有用你的專業知識研判 你現在進場的勝率 你勝率如果有七成 風險小於三成 那就勇敢進 因為永遠都會有風險 你也找不到百分之百 沒有風險的商品給你 那你怎麼知道勝率有七成 就是你前面的專業知識 你前面的專業知識 會給你判斷這支股票 你的勝率有沒有超過七成 風險高不高 像我們剛剛談論的說 為什麼說現在傳產股質率率高的 風險很小 對不對 那就是說你用專業知識判斷 你現在風險小嘛 對 獲利的機率高嘛 那最後當然 你全部都了解了之後 你個人還是要有一個 你個人的方法 你要因為就像剛才講的說 有人做短有人做長 這麼多的聽眾 對不對觀眾 每個人的心裡想的都不一樣 所以你自己經過了專業知識之後 你自己想要去做一個長期投資呢 還是短期這個價差獲利了 那你就要自己決定 決定好了 你就守一個紀律 你就照做就可以了 對 就算 actors 不會 一千秒 Google 現在 麻雇 Catholic 感谢观看